加油 洗手 傷不了我 我們在擔心妳跟玉慧 妳以為玉慧離婚了之後 跟前夫一點關係都沒有嗎 妳以為只要妳喜歡喵喵 就沒問題了嗎 喵喵跟她爸爸的血緣 切得斷嗎 玉慧為什麼拒絕妳這麼多次 因為很多很多的事情 一旦妳跟玉慧在一起了之後 她就會接踵而來 不要說是玉慧的 還是妳 甚至是喵喵 還有連我們在做父母的 都會被這件事情影響妳 知不知道 我已經有心理準備了 事情來了 我跟玉慧會一起面對 一起解決 子良 事情沒有妳想得那麼簡單 爸爸為什麼反對 我是怕妳會後悔 玉慧仍很好 可是妳有更好的人生 這個世界上有更多 適合妳的女孩子 妳知道嗎 或許吧 但我現在只愛玉慧一個人 爸 妳不是也一樣嗎 當年媽喜歡的是林書 妳也從來沒放棄過 所以說穿了我就是追隨妳的個性 我跟妳媽媽跟妳跟玉慧 是不一樣的情形 一樣 因為她在我們眼中 都是最好的女人 有數不清的優點 就算有缺點 我們也不在乎 重點是我們兩個都很愛她們 我這是製作孽嗎 我生了一個跟我一樣性情的兒子 爸 所以請妳支持我好不好 子良 其實妳爸爸我一點都不重要 妳該擔心的是妳媽媽 妳媽媽要是知道的話 她能給脾氣 可不像我這麼好說話 媽的反應是可以想像得到 爸 我跟玉慧已經準備要跟媽 還有阿嬤坦白了 不行 先不要急著說 這個事情很嚴重 妳要考慮清楚 爸 我知道妳是擔心我 妳是為我好 但我已經三十歲了 我的人生跟我的伴侶 應該由我來選擇 而且我相信我的決定 是不會錯的 來 坐 謝謝 謝謝 雨柔打電話回來說妳要過來 伯母啊 好開心喔 謝謝伯母 畢端啊 以後人來就好 不要那麼客氣 伯父 妳的眼睛怎麼了 這個 就那個 飛文正 真的 保養當中 伯母 我這兩天去南部出差 看來看去 只有這烤布雷 最適合妳這種美麗的女士品嘗 Vito 妳真的很貼心 謝謝妳 謝謝 看不然妳不是很甜嗎 妳平常不是嚴禁我們 吃甜食的嗎 偶爾甜甜嘴 有什麼關係呢 可況 這是Vito的心意 不過 我最滿意的 還是這束玉京香 我在南部看到 玉京香花海的時候 立刻就想到了伯母 怎麼說呢 怎麼說呢 伯母就像 玉京香傳說中的那個女孩 在古歐洲 有一個非常美麗的女孩 花神就把這個女孩 變成了一朵玉京香 花 玉京香的花蕾 代表了黃冠 葉子代表了寶劍 球根則是代表著黃金 就這樣同時接受了 三位騎士的追求 伯母就像是這個女孩一樣 有美麗的外表 還有善良的內在 真是內外兼具 不可多得 我哪有你說得這麼好 有 你要相信Vito的眼光 我當然相信Vito的眼光 不然我怎麼會投資她呢 對了 說到歐洲 我那些姐妹最近在說 要坐郵輪 來個什麼地中海之旅的 那肯定要去義大利走走 尤其是米蘭 米蘭可是世界知名的 時尚之都 所有的精品 餅牌 全部都聚集在那裡 說對了 我那些姐妹 這一次的郵輪之旅 首要的目的 就是到米蘭蝦皮 你 你 我們Vito女來了 有 Vito 你不是說兩天後 才回台北嗎 想妳 所以提早回來 特意帶了一些禮物送給伯母 還有妳的 來 這是南部最好的咖啡豆 帶回來給妳嘗嘗 謝謝 北莉 媽咪 你們剛剛在聊什麼 這個我要替妳媽高興 妳媽咪過兩天 要坐郵輪去 英國旅行 真的 我還沒決定 這一去就好幾天 放你爸一個人在家 我實在是不放心 這個妳放心 我一定會好自為之的 妳平日操持家務 還要忙整手的事情 一年到頭 根本沒休什麼假 這次妳就趁著去郵輪之旅 好好的放鬆一下 整數人家裡 我一定把它顧好 話不要輸得那麼瞞 你看妳現在 誰一隻眼睛獨眼龍 我哪放得下去旅遊 伯母 義大利真的很美 不去太可惜了 要不是我有工作要忙 我肯定親自帶妳去米蘭的街頭 購物 去啦 去 趕快跟安娜定位 快去 來 去 好啦 我去 我等一下就打電話給安娜 說我要去可以了吧 那媽咪 一定要把禮物留給我 什麼 我放心 我的寶貝妳 妳的漫容都有 好 謝謝媽咪 去 太棒 好 好 好 妳幹嘛離我那麼遠 我又不會吃了妳 沒有啊 我只是 妳不用解釋 其實這樣的轉變很好啊 至少妳開始把我當一心來看 Vito 我就真的只想要回到 我們最輕鬆的朋友關係 我既然已經表明心意 我就會一直追下去 我們已經不可能回到 單純的朋友關係了 但我們這麼熟 就像哥們一樣 所以我們真的不可能 會發展出男女之間的關係 妳現在對我沒感覺 是妳的事 我追妳是我的事 妳不用為難 妳只要享受 我對妳的好就行了 好 好 隨便妳 反正我會讓妳知難而退 我也會繼續 試著讓妳愛上我 我會讓妳知道 什麼是真正的愛 好 我不送妳了 自己回家吧 拜拜 好 好 來 來 哎 旅會 五叔 今天要吃什麼 沒有 我試著有一件事情 想要跟你聊一下 哦 梓梁 现在不是上班的时间吗 你怎么会在这里 现在已经接近中午吃饭了 所以我提早过来 你不是也一样吗 对 快要吃中饭了 所以我就过来吃面 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你 我也没想到会在这边遇到你 爸 你想吃什么 来 请坐 所以你现在是老板 还没 但快了 好 既然你那么直接的话 那我也不需要演 又会 我有事情要跟你讲 我坐 雨慧 我是你爸 你想说什么 子良 你要不要先去旁边做 我说过了 我们是议题 有什么事情我会一起承担的 爸 你要对雨慧说的也可以跟我说 我不希望 你单方面的为难雨慧 我为难雨慧 子良 现在是我会把雨慧给吃掉吗 我就是要跟她讲两句话 你居然说我在为难她 但你说的两句话 不就是要她离开我吗 你不能看雨慧她人好 心软 不希望看到我们两个吵架 你就这样子逼她 利用她这个弱点 要她离开我们 你不要这样跟你爸说话 我没有说错 她就是劝不动我 所以才来找你 爸 你不要再用温情公事来说服她 你真的不要白费心机 我不会离开她的 拜托你不要再来劝她 好不好 还有吗 子良 你平常话很少的 你今天为了雨慧 居然开口讲了这么多的话 你看你刚才讲的 好像你爸爸是个小人一样 吴子良 你刚刚很好 那你就继续的保护雨慧吧 你就好好地保护你的雨慧